若是独王看到他这几房人员能够在有生之年和睦相处,内心应该会很开心跟满足吧。 近日独王名下知名产业举行了一场展览开幕仪式。 此次现身的人员大多都是奥伯常任董事,有霍家代言人霍振婷。 还有独王的接班人何超凤,以及独王最为宠爱的四太及其子女都来到现场捧场。 难得看到独王家族二房与四房人员亲密合影,和睦相处。 也算是击破了外界有关独王家族要争夺财产不合的传闻。 而当天要属四太最为春风满面。 最近扔风喜事精神爽的四太一身干练白外套现身展览仪式。 并且在与二房代表人何超凤合影完后接受记者采访。 四太先是回应了现女儿何超英与女婿的婚事,对他们的爱情表达了祝福与期望。 因最近四太这一房接连爆出了二个喜事,不止长女何超营要顺利下架哈佛学霸。 小儿子何游君也成功求婚超母西梦瑶。 记者咨询四太如何看待西梦瑶这个准儿息时。 四太微笑回复给予西梦瑶几乎满分的评价。 四太表示西梦瑶与何游君的结合让她好像多了一个女儿。 而且西梦瑶乖巧又听话,她对西梦瑶十分满意,非常婆媳和睦的场面。 此次四太对西梦瑶的态度可谓是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要知道最初西梦瑶与何游君恋情曝光时恰逢西梦瑶参加维密秀摔了一跤。 而当时记者询问四太怎么看待何游君的新恋情对象。 四太直接回应对西梦瑶不了解,只知道她刚在秀场摔了一跤。 从当时四太的态度可以看出她本人对西梦瑶还是很不满,言谈之间完全是轻视的话语。 而此次在参加奥博展览仪式后的专访。 回答有关西梦瑶的话题则是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不由感慨四太的确变脸很快。 不过想必这或许跟她已经认可西梦瑶有关。 况且何游君在上海上加中兴的那一场旷市求婚。 也让四太明白她对西梦瑶的心意。 眼见儿子这么喜欢,西梦瑶近几年事业发展得不错,四太自然只能应允了。 并且四太还无意曝光一个西梦瑶和游君相处的细节,在谈到西梦瑶的高情商时。 四太透露西梦瑶经常忍耐包容和游君,脾气好又情商高。 做事情也很有条理,总之人品不错,从四太的话语可以看出。 她壮士无意识则委婉透露私下西梦瑶与何游君的相处大多是西梦瑶处于迎人包容的角色。 并不像外界以为的何游君对她百般宠爱,四太的一句情商高经常包容。 足可以证明豪门并非外界以为的那般美好。 甚至有网友开始脑补私下西梦瑶与何游君相处时,男方是不是经常发脾气靠她迎人。 联想到早前媒体拍到过西梦瑶陪何游君与友人聚餐时,何游君一直忙着低头看手机栏里西梦瑶。 而一旁的西梦瑶不敢叨扰只能时不时抬头看向何游君,希望能与她有片刻眼神交流。 一句豪门不易其实倒进了外界所不了解的心酸与委屈。 西梦瑶私下与何游君真实地相处我们不得而知。 但四太的一句话似乎委婉透露西梦瑶的确是个很懂得隐忍跟高情商女孩。 相信何游君并非不爱西梦瑶,只是比她小几岁多少有些阔少脾气。 这就看两人之间如何调节。 不过何游君肯在年纪不大而向西梦瑶举行盛大求婚仪式可以看出,她并非不在意对方。 只是人非圣贤普通情侣之间都有可能发生争执,何况明星与富二代了。 从两人一步步走来的趋势跟态度可以了解,她们是想与彼此共度一生。 至于谁多包容谁,谁愿意隐忍。 那是她们之间的私事,对此我们只需一颗平常心看待即可。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